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马 我是严平高中毕业之后大学念的科技是医学检验及生物系统学系 研究所也是医学检验及生物系统学系 毕业之后就是首先在斯瓦基兰医疗团待了一年 后来回国之后在台北病理中心当医检师 到现在差不多是十年 所以医技系基本上是在培育什么样的人才呢 医技系它本身是在培育你在医学领域有相关知识 然后你会喜欢做实验然后懂实验操作还有实验设计的人才 所以医技系毕业的时候都会往医检师这边做发展吗 有一部分是会往医检师做发展 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通常都会去参加国家考试 然后会拿到医检师的执照 有这个执照以后就可以在医院或是在其他的医疗领域的一些检验单位去做服务 那也会有其他的像是在做一些工职啊 药厂做一些生物技术研发之类的都会有 那我很好奇是因为跟医学相关的科系这么多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先选医技系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跟个人的兴趣比较有关系 因为像我本身从小就是觉得想要在医院当作未来的志向这样子 那医学系的话比较需要去跟病人做接触 那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做事大于对人 所以我比较喜欢做实验然后大于跟病人接触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想选医技系是这个原因 那你们医检师他那个证照准备大概会需要多久很麻烦吗 医检师的证照我们通常是在大四的时候会开始进入实习的状态 然后最后会在毕业之后参加国家考试 所以基本上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就会帮你做好所有的准备 那毕业的时候很顺利的就可以考上医检师了 我们录取率有在逐年下降趋势 因为其实还蛮多也会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医检师的工作相对的单调 假如你在大大的医院你可能分工会更细 那你做的东西可能就会更专就是更专在同一项 对那有些人比较不喜欢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那他们就会想说那去当Sales啊 或是当一些就是其他的工作领域的人员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实验的话 那就可能会状怒会跳脱一件事 对会跳脱一件事 OK那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大学的课程 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吗 大学的课程的话 大一本基本上就是一些共同科目 像国文英文啊或是像历史公民之类的 还会有一些基本的自然领域的科目 像是生物啊然后普通化学啊 那之后会有像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微积分之类的 那在生物领域的科目的话 就像会有结果学啊病理学啊生化免疫啊微生物学之类的 然后慢慢到最后会有更进阶的 就会有临床的生化临床的微生物免疫 然后像静检像血液还有寄生虫蛮多就是会有越来越多 就是跟临床需要的相关知识需要去学习 所以医技系这样子也是需要去学习接过学的吗 医技系也要去接过学 因为像毕竟我们像我们还是有些像要采写啊 或是一些很多知识其实都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还是必须要学 但就没有像说医学系他们学这么专进那样子 那你们这样提解你说你其实很多的 不管身体的器官部位都会去学到相关的知识 你们在做医检这个工作的时候 或做个学科的时候 会特别针对比如说我就是主修哪个器官 主修哪个器官还是全部都必须看 我们在器官的这方面 这方面的知识的话 其实没有到非常的专精 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在毕业之后 在有的外学会越来越专精 但在大学的时候是都要学的 对 你可以稍微告诉我们 跟一般那个维生物学之类的东西有什么差别吗 像我们在大三的时候 我们会学到维生物免疫学 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以最基本的一些像我们细菌的分类啊 然后每一类的细菌有什么样的就是形态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色 然后包括病毒也是 就是像最近很流行的冠状病毒 然后它会分很多很多很多的病毒属 不同的病毒属 然后每个有什么特性 谁的遗传物质是RNA 谁的遗传物质是DNA之类的 所以就是去记得每一个细胞的英雄属性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像什么疫苗啊 或者像是一些杀菌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消毒之类的分别 那到临床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要更进一步的去确认它 就是有这个能力 培养这个能力去确认它的形态 像是我可能就是要实际的去培养细菌 然后去藉由一些鉴定的方式去 去把这些细菌去找出它的分类出来 所以在细菌学上面的话 在大一大二的培养是等于取证是英雄属性 大三大四的时候就等于在操作这个东西 去把它分出来 它是这个英雄 那是它的那个英雄 对临床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没错 所以怕血不能悬不能悬医技 我还真的有同学怕血 所以后来就改去当牙医了 牙医也会分血啊 相对不会 对 有的是真的有人怕血 然后怕那个针头 所以他就想说就是不要念你 OK那你在这边 对于现在的高中生 假设他们想要进入医技系 你这边还有什么建议呢 如果想进入医技系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是 你要本身要喜欢实验室的生活 你要喜欢做实验 其实像高中的时候 很多自然课 它就是像物理课啊 化学课 它就已经会有实验室的课程了 就可能每个礼拜会有个两三节课 会在实验室做实验 那如果你本身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然后就是 就觉得说啊 做完这个实验 写实验报告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两位笑那么开心 那而且就是可能实验做完以后 实验课下课的边去打球 这个我还想再做做看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 是相当推荐你去练医技系的 对 最主要是你喜欢做实验 如果说觉得实验这个部分 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像是你喜欢动手做操作 然后你喜欢在这个操作之中 追求它的精细度 那会比较适合吗 对就是你会喜欢精细度之外 你会想要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或是你会想就是重复的 一直把这个实验做到最好 好我觉得其实蛮适合一次性 现在提上多元入学了 那我们现在在学习历程的准备上面 是你这边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是觉得如果是在像你有在实验相关的一些记录 或是在科展一些作品 甚至是你有参加一些生物奥林匹亚的名次或是什么经验 那都可以拿来当作申请入学的一个加分的资料 所以我在学习历程的档案直接放一个期刊 然后写我读了什么 结果是什么 我做了哪些生字可以吗 如果说你真的有办法去 有办法把一篇paper念懂 然后写出一个你的心得报告出来 我觉得是很加分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大学 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也会有这些方面的训练 工作跟大学的生活其实真的差很多嘛 那你现在对大学在学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让他们在进入职场的时候更顺利呢 我觉得其实医学院的学生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普遍都会有课程很反重的现象 但我觉得在此同时还是应该可以去多设立一些像社会学科 或是一些像管理学科的知识这样子 尤其像我们现在就是 我蛮推荐一技系的学生去俯修像一些管理啊 医学管理啊 或者是像一些工程设计的课程 因为毕竟我们是到职场之后 很多时候就是不见得会使用到你基本科系的专业知识 当你一直在一技系待下去 你以后有一天也可能会到管理阶层 或是说如果有一些其他像工业设计相关背景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跟工程师沟通 我觉得这个都是蛮有用的一个技能 OK 想把刚刚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一技系相关的东西 他在学习的过程还有他的简单经验分享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再见 3 5 5 3